我们现在能更换这个锂电池层BMS 如果锂电池BMS不良 我们可以更换BMS解决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东西有BMS 买工刀线 电工交付 还有这个恒纹电脑体 首先第一步 我们就是它这个地方是 BMS这个位置 我们要从这里滑开 这个滑的深度的话 大概只有两毫米 两毫米的深度就可以 记住两毫米深度 把这个上面滑开 滑开以后就接起以后 就里面是这样的 里面是这个电池组织 里面是这样的 第一步呢 接开以后我们第一步 把培线就是它这培线 这个位置培线用力拔掉培线 培线拔掉以后 保护板拉起来 拉起来以后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用这个恒纹电脑体 把它的电池的负极 两根线小心的取下来 取下来以后 这两根线 它可以放到边上去 这两根线一定要 把它这样 用电弓 电弓胶布 决烟胶布 把它胶起来 以防它碰到电池 任何一个地方会 被管路 发生 总伤 所以这个一定要解决好 电池布 我们可以 从这个位置 把两根 两根粗的是输出的负极 皮肤 输出的负极 有一根 两根细的是 用管子把它套在一起的 是充电的负极 这样就 这就是一个不良的DMS 不然BMS就可以取下来 把它取下来以后 换上新的 新的BMS 新的BMS 最好是有胶脂 胶一下 免得它在上面滑落 到时候造成不必要的不良 这是好的BMS 把它插上就可以了 插上第一根还是一样的 第一步先焊接这 插上以后第一步先用焊接它的 充电口跟矿电口的负极 其他地方因为是不动的 所以不需要焊接 这个是由两根在一起的 是充电的负极 它是充电的负极 它是充电的负极 这个是放电的负极 两根一定要焊牢固 这个一定要焊牢固 看上以后 把它移到位置 大概就这里要取下来 取下来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点 一个一个取 在这里加点锡 这个锡加的是 注意不要滑到在电池上面去 这边有人在这里 不的 正在GMS很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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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一个BMS就换完了 换完以后呢 换完以后就先充电测试 看是不是充电正常 完了插在车子上面 看一下车子正常 运转以后叼车上 就可以直接吹磨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BMS的进化